感谢各位一年多来订阅追踪的朋友 你们长时间的观看 让我的YouTube频道 得以开通这个专属会员的功能 那我可以坦白说 YouTube的会员功能 本身没有什么实质作用 但是你捐献的一小步 是支持重度生脏者生活的一大步 也是打造一个成功的案例 让我们生脏者 就算在家 也可以有生存的空间 生活的管道 是对生脏者自力生活的一份助力 那各位也可以按影片下方的 超级感谢 用每个月一杯饮料的钱 来支持我们 鼓励我们 让我们有创作更新的动力 也让我们有生活的空间 好各位好 今天我们来教大家 现在很好玩的一个插件 叫Won Alamage 然后这个Won Alamage 这一个呢 Compi UI的插件安装 你要安装之前 记得要先把这个 Won Video Wap更新到最新 还有你自己的Compi UI版本 也要更新到最新 怎么更新呢 就是在这个Manager这里 你自己去打你自己的 你自己的去打这个Compi UI 你的Won Video Wap这里这里 你自己要更新到最新 还有你自己的这个Compi UI 也是updata 然后才可以来装这个 那这个其实就是说呢 他可以很完美的把你这个影片的这个人物呢 就是换成你想要的人物了 非常的完美哦 那我们这里呢 以这个很有名的啦啦队来做示范啦 那这个工作流呢 不是我做的 这个工作流是国外的一个高手做的 但是呢其实这个工作流有一些问题啦 所以我我改了一下 他工作流有一些问题 我改了一下比较正常 然后可以跑这样 那不过这个高手做的也很厉害 那主要的问题就是说呢 你的作业系统 如果是Windows 然后也没有用Treatment 也没有SegarAttention的话 那这个你就不要开哦 那不要开就是会比较慢 那这里呢 你就不要用SegarAttention 你就用SDPA 这样 那还有就是说呢 他这一些LOLA呢 我这里有挂了这个四部的LOLA 和一些打光增加细节的LOLA 那这些LOLA呢 我都会把网址给各位 各位再自己去下载就好了 这样 那这个至于大模型呢 大模型他这个作者呢 这个工作的作者也都有说 大模型在哪里下载 那我网址也会给各位 那我们主要呢 进来这里之后呢 我们就是找这个122RMH 这一个 这一个 然后呢 现在V2已经出来了 我是用这个V2的 然后呢 我是用这个 就是 这个FP8SKILL 这一个 那 这个 ONX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要去抓 这个影片的脸跟肢体 那这个 抓的这个 这个 这个侦测模型 你除了抓这两个以外呢 你必须还要再抓这个 YOLOB 10M这个 那这个在哪里抓 在这个release这里 这个网址我会给各位在这里抓 那全部抓好之后要放到哪里呢 全部抓好以后呢 各位进来自己的comfy 然后进来这个model 然后在这里自己新建一个资料档 名字叫做什么呢 叫做detection 偵测 啊 新建 然后把三个档案都放进来 放在这里 就是 刚刚说的 这个在gethub下载这里 10 yolob10m.onx 这个档案 还有 这 这 这两个档案放在同一个地方 同一个目录 那这些模型 至于这些模型要放在哪里 这个呢 就是放在testencoder 这一个放在testencoder 这就是放在testencoder 那这个模型是什么呢 那这个模型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文本的这个 文本的这个encoder 这个解码的这个 那其实呢 我可以跟你说 它其实这个 嗯 就我觉得它影响不大 它主要是在抓你的参考图 这样 那反正呢 这个插件的作者呢 就是说 要这样放就对了 你就是这样放就对了 这个就是放在testencoder 那这个大模型呢 就是放在diffusion model 放在这个diffusion model 那这个老实说 就算它是7G 你如果显卡16G 跑也是跑不起来 你的RAM一定要够大 我们要开这个 记忆体交换的这个block 一定要开这个 记忆体交换的block 才可以跑得起来 那16G呢 其实跑得很勉强 但我可以跟各位说效果很好 那还有就是说呢 它现在呢 已经有出这个GGUF了 有出这个GGUF 可是这个GGUF 其实还是V1的版本 V2的版本还没有出来这样 那有兴趣的呢 在这里去用这样 那因为现在呢 都已经做到V2了 V2效果更强大 更湿滑 所以我们还是用V2来演示给大家看 V2是这个礼拜出的啦 真的很强大这样 那这就像我说的 我现在用四部 然后再加张一些细节打光的ROLA 那这里呢 我们以前有跟各位交过这个 Number France就是几帧嘛 这个几帧就是你的影片长度的意思 那这个Windows Size是怎样呢 他就是说 你如果Windows Size设定50 就50张打光 他就把影片长度弄成一个框架 就是保持这个影片的连续性这样 那他自己都要去看 你影片到底有多长就对了 这样 那 这个是可以调的 但你要注意 你调越大 V1就要跨越大 这样 所以你自己看你要调多到这样 好 那我们来以这个啦啦队呢 旅多会啦啦队跳舞呢 然后呢 用这个汉服美女呢 来跳给大家看看 我们来跑一次看看 来我们现在来跑一次看看 那那个作者呢 原本的插件呢 是有问题的啦 然后第二个呢 是这个 这个有问题 所以这个我有改过 这个才可以 才可以有影片 那 那 那 这个 这个改过的工作流 我会给各位啊 但是这是这个作者做的 请大家一定要 一定要 一定要去追踪一下 这种国外的作者 国外作者也是很厉害的 这样 好 那我们来执行一次给各位看 好 可以看到结果已经出来了 真的很完美很漂亮 好 基本上就是这样啊 可以看到 真的很漂亮 那我们呢 可以再跑一个 别的影片给各位看 像这个呢 是真人的嘛 那我们可以用 用AI的 然后假设呢 今天我不喜欢这个 这个是另外一个AI的影片 也是有音乐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换成这个 东方的DJ 上面是西方的 然后我们把它换一个东方的DJ 这样 然后我们一样也来执行看看 好 各位很好 效果很完美 已经出来了 那刚刚呢 是我做Audi 有没有用好 那我现在从脸来用好 现在就有声音了 这样就有声音了 对啊 那有没有看到 效果是很完美的 那 呃 你如果不要声音的话 就是 在一个 这个 Twin Audio 这个 就是把它打勾 打勾就会把 这个声音剪掉了 这样 这个就是这个影片的这个做法 其实你可以看到呢 它就是把整个人物呢 进行遮罩这样 那你如果呢 觉得效果不好呢 你可以尝试的呢 把这个遮罩的size呢 把它扩大 或者是 或者是变小 这里啦 羽化遮罩 你可以尝试扩大或变小 这样 好 那如果觉得我影片对各位有帮助的话呢 记得帮我订阅分享按赞 谢谢各位